北京陈晓旭居士说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,突然之间感到这个房间里有鬼,所以寒毛直述。 他说,如果你们真的要找我替你们办事的话,你就给我做一个讯号,你让电灯闪一闪,我们彼此有个默契。 于是他们夫妻两个就看着电灯,看了大概五分钟,果然电灯闪了一下,他说吓死了,这是真的,不是假的,怎么沟通? 他说,你晚上托梦给我好了,所以他就睡觉了,果然灵就来托梦,告诉他好几遍,不是一遍,说,我们是你们家的草木,我们需要水,我们快要哭死了。 这个印象很深,他自己彷彷感觉到许多小孩的哭声,真的像挨饿时候的哭声,不是一个,是许许多多小孩的哭声。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,他到院子一看,果然那些小树和草没有浇水,他就拿水拼命去浇,他爸爸看到说,树和草不要浇,浇花就好了。 他也不说话,就拼命浇水,因为说了,他爸爸一定骂他迷信,这就是草木有灵性,只要是生物都有灵性。 澳洲土著告诉我们,树木花草喜欢唱歌,他日夜唱歌供养我们,我们有耳不闻,什么原因? 频道不一样,他的频道播出来,我们的耳根故障,收不到他的频道,澳洲土人都会欣赏,可见得他们的耳朵比我们厉害,我们听不到的频道。 他们听得到,他说,我们人应该回馈他们,也要常常唱歌给他们听,所以,我们要懂得供养他,我们唱歌他能听得到,他唱我们听不到,但是我们从色相上能感觉得出来,树长得很茂盛,花开得很美,让我们接触到感到非常快乐。 这些植物喜欢听音乐的这桩事情,很早就被人发现,这有科学的证据。 所以,有一些人养花,在花园里面放音乐,花就开得特别美,长得特别好,真有这个效果。 我们曾经到古静里居室的山庄,山上种菜,菜园里放音乐给那些菜听,很有道理。 我去看了之后,我建议他放佛号,我们要怎样去对待这些植物花草。 我们懂得音乐供养,懂得爱护尊敬,对一切动物一切人就更不必说了。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,理所当然,可是我们过去不了解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,疏忽了。 这是我们的过失,知道之后,就要认真去做。 我们也希望花神能闻到佛号,听到佛法,发愿求生净土。 为什么? 他有灵。 澳洲土著讲的,灵是到这个世间短暂的访问。 所以灵必须要寄托在这个身。 身是灵最重要的媒介。 这个身失掉了,灵又会去另外一个身。 一切动物生到这个世间来,也是灵找的寄托。 一切花草树木还是灵。 不然树神、花神、草木神怎么讲法? 草木真有神。 南谋阿弥陀佛。